OBDR故障代码技术说明,与指南真模块的通讯丢失,这意味着什么?这是适用于大多数车辆品牌和型号的通用通信系统诊断故障代码。该代码表示车辆上的指南真模块、Compass Module和其他控制模块未相互通信。最常与之通信的电路称为控制器局域网总线通信,或简称为Can总线。 没有此Can总线,控制模块将无法交换信息,并且您的扫描工具可能无法从车辆获取信息,具体取决于受影响的电路。指南真模块通常位于后视镜后面的高架舱中。它包含指南真航向传感器,除了驾驶员输入的开关以外,不需要其他输入即可确定指南真航向、温度并在车辆沿任何给定方向行进至远处时进行校准。故障排除步骤可能会有所不同。 具体取决于制造商、通信系统的类型、通信系统中的电线数量和电线颜色。 代码严重性和症状。在这种情况下,严重性总是很严重,这是由于罗盘模块可能使驾驶员分心而无法正确操作汽车或未提供适当警告而引起的安全问题。 U0161代码的症状可能包括指南真模块在需要时不发出警报,始终发出警报。 原因。通常,设置此代码的原因是在CAN总线加电路中断开。 打开CAN总线电路。任一CAN总线电路中的电源短路。两个CAN总线电路中的对地短路。罗盘模块无电源或接地。很少控制模块故障。诊断和维修程序。 一个好的起点始终是检查特定车辆的技术服务公告TSB。您的问题可能是制造商提供的已知修复的已知问题,可以在诊断过程中节省您的时间和金钱。 首先,请注意是否还有其他诊断故障代码。如果它们中的任何一个与总线通信相关或与电池、点火相关,则首先进行诊断。 如果您在彻底诊断和排除任何基本代码之前诊断U0161代码,就会发生误诊。如果您的扫描工具可以访问故障代码,并且从其他模块获得的唯一代码是U0161,请尝试访问指南真模块。 如果您可以从Compass模块访问代码,则U0161代码是间歇性代码或内存代码。如果无法访问指南真模块,则其他模块正在设置的U0161代码处于活动状态,现在问题就在那里。 最常见的故障是指南真模块断电或接地。检查为该车辆上的指南真模块模块供电的所有保险丝。检查指南真模块的所有接地。 找到车辆上地面连接点的位置,并确保这些连接清洁牢固。如有必要,请取下它们,用一把小的钢丝刷和小苏打,水溶液清洗一下,并清洁连接器及其连接处。 如果进行了维修,请清除内存中的诊断故障代码,然后查看U0161代码是否返回,或者是否可以与Compass Module模块进行通讯。 如果代码未返回或通信重新建立,则保险丝,连接很可能是您的问题。 如果代码返回,请找到车辆上的CAN总线通信连接,最重要的是指南真模块连接器,该连接器通常位于后视镜后面的高架舱中。 在拔下指南真模块模块上的连接器之前,请断开电池复级电缆。 找到后,目视检查连接器和接线。 寻找刮擦、摩擦、裸线、烧伤点或融化的塑料。 拉开连接器,并仔细检查连接器内部的端子、金属零件。 查看它们是否看起来已被烧焦或是否有绿色表示腐蚀。 如果需要清洁端子,请使用电触头清洁剂和塑料硬毛刷。 干燥并在端子接触的地方图上绝缘归由。 在将连接器重新连接到指南真模块之前,请进行以下几项电压检查。 您将需要使用数字符特表,DVAM,确认指南真模块上有电源和接地。 可以访问接线图,并确定主电源和接地进入Campus模块的位置。 在继续操作之前,请重新连接电池,同时指南真模块仍处于断开状态。 将电压表的红色导线连接到指南真模块连接器中的每个B加电池电压、电源,并将电压表的黑色导线连接到良好的接地。 如果不确定,电池复级始终可用。 您应该会看到电池电压的读数。 确认您也有充分的理由。 将电压表的红色导线勾到电池正级B加,黑色导线勾到每个接地电路。 再一次,您应该在每个连接处看到电池电压。 如果不是,请修理电源或接地电路问题。 接下来,检查两个通信电路。 找到Can-B加或MSCAN加电路和Can-B或MSCAN电路。 将电压表的黑色导线接地,将红色导线连接至Can-B加。 在关闭引擎和开关键的情况下,您应该会看到约0.5V的电压,并且会稍有波动。 接下来,将红色电压表导线连接到Can-B电路。 您应该会看到大约4.4V,并且会稍微波动。 如果所有测试均已通过且仍无法进行通信,或者您无法清除U0161故障代码,则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寻求经过培训的汽车诊断专家的帮助,因为这将表明Compass Module发生故障。 这些指南针模块中的大多数必须经过编程或校准才能正确安装到车辆上。 当时就把创约带的贵 için维持了地方。 属性的修復们维持了 dificil。 common脑部分的针模块中的针模块中的针模块中的针模式, 我们不浪费力时也可以看到到困棚的针模块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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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针模块。 比如说在一针模块中的针模块中的针模块中的针模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